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蓝白河原地踏步 柯文哲和国民党决力加剧 柯文哲公布三份民调数据 表示自己都赢过侯友仪 而国民党方面则反击 柯文哲公布的数据有偏差 没有说服力 蓝赢基层表示 哪怕蓝白河破局也会力挺侯友仪 日前 柯文哲一口气公布委托机构所做的三份民调 在求真民调中 柯文哲支持度为35.44% 侯友仪支持度28.69% 在趋势民调中 柯文哲支持度为38.86% 侯友仪支持度为32.74% 另外 市新大学的民调结果显示 柯文哲支持度为34.14% 侯友仪支持度为28.36% 柯文哲强调 自己支持度全都赢过侯友仪 应该在合作中占据主导 为什么不用这个胜利比较高的组合 为什么故意要用一个胜利比较低的组合 甚至会输掉的组合 对此 侯友仪表示 民调都是柯文哲找人做的 参考性存疑 还有媒体人发现 柯文哲公布的前两份民调 在手机数据加权之前 侯友仪都领先柯文哲 手机数据部分加权后 才被柯文哲超车 8号 侯友仪到苗栗跑行程 苗栗县长 前县长 民意代表 现任议长通通到齐 与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友好的苗栗县长中东锦 不但全程陪同 而且喊话蓝军团结 表示全力支持侯友仪 能和那当然会更好 更强 不能和我们要自己的路好走 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日前侯友仪提出体育文化政策 并且批评赖清德两岸政策非常混乱 让民众内心焦虑 国民党也炮轰民进党当局执政几年来 新机构成立了不少 执政却是一团糟 侯友仪近期密集端出政策牛肉 在体育方面 她表示要争取主办大型体育赛事 同时承诺公立运动中心 每人每周免费使用一次 在文化方面 侯友仪主张公立博物馆 每周一周日免费参观 还要给青年文化工作者提供津贴 鼓励纪录片影视作品的拍摄 侯友仪还表示 近期看到媒体报道 许多台湾民众对台海紧张局势感到恐惧 甚至想要离开台湾避难 她批评赖清德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两岸政策没有清晰的思路 白公听的人在吹冷气 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赖清德的两岸政策 完全没有一个主张 此外 国民党也对民进党加强炮火 批评台湾当局近几年面对水果滞销 口罩短缺 疫苗危机 诈骗横行等紧急情况 就只知道成立新的专职机构 拿了高额经费又避开监督 新机构满天飞 实际效果却很糟糕 成立这个打炸又这个述发部 又是打炸办公室 我告诉各位成果呢 今年比去年 炸骗案成长比例21%了 越打越多了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号到10号 第12届海峡两岸机械产业博览会 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 大会以两岸融合发展 投资龙岩共赢为主题 吸引了全球工程机械50强 汽车工业50强等 多家境内外企业参展 本届大会邀请的台湾嘉宾范围更广 针对性更强 涉及有色金属 机械装备 数字 新能源等领域 7号到8号 第7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 在四川江游举行 吸引了两岸哪吒公冠代表 信众 专家学者 道教界 企业界人士等 200余人参加活动 四川江游是哪吒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活动以《寻哪吒祖庭根脉》 解两岸人文情义为主题 旨在以两岸同胞共同的 哪吒民族文化为桥梁 促进两岸民间交流交往 日前 梦应雪豆山海峡两岸歌会 在浙江省宁波市凤化区举行 吸引了一万余名观众和游客到场参与 歌会上 两岸歌手共同演绎了 多首耳熟能详 深受民众喜爱的优秀音乐作品 不仅增进了两岸音乐人的友谊 更凝聚起两岸同胞共同的 情感共鸣和文化记忆 同时 歌会还通过奇幻的 灯光舞美设计和互动体验等 让到场的观众获得了 更广泛 更立体的艺术享受 台军计划新建15个导弹基地 岛内反对声浪四起 分析称 民进党为对抗大陆 加紧构建缓箭导弹网 绿营高调炒作暴露出哪些图谋 殖民以武巨统将导致怎样后果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新建15个导弹基地 台军布局有何玄机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计划在全台新建15座导弹阵地 数量之多布局之密 引发台湾社会反弹 有台湾舆论直言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关系 现在又进一步 把台湾民众置于危险境地 高调炒作增设导弹阵地 暴露民进党当局哪些图谋 台海局势又面临怎样的风险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 藤建群先生 欢迎二位 李鸿好 藤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藤先生好 李鸿好 观众朋友们好 台军计划要新建15座导弹基地 在岛内引发民众的反弹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报道 台军规划显示 计划建造6座暗置鱼叉导弹阵地 与9座暗置雄风导弹阵地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 这意味着台湾小小弹丸之地 会有15座导弹阵地 其中6座鱼叉导弹阵地 分别设在云林 台南 高雄 平东 及台东等地 未来还可能进驻美军教官 技术人员 以及相关设备等 而新设置的雄风导弹阵地 则将会在新北 嘉义 桃源等9个地点 报道称 台军在台撒下反舰导弹网 首要目标就是想阻止解放军登陆 在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了解到了 民进党当局要计划建的 15座导弹基地 那么它的选址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为什么选在这些地方 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要新建这15座导弹基地 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这次装置的有六个地方 是暗自美国 向美国购买的这个鱼叉导弹 从中部地区的云林的湖尾 再往南走 台南的新中 再往南就到高雄的左营军港了 然后再来就是屏东 屏东设两处 然后再往东南部的方向走 那当然就是台东的太平基地了 整个六个地方建构的是 岸基的鱼叉导弹 那它的目的当然就对于 解放军的海上的舰艇 进行密切的攻击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 饱和性的攻击 因为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个鱼叉导弹 除了可以有空射型 也可以有海射以外 也可以由陆地上来发射 它基本上是属于机动性的 这个整个海岸线里面 它物质的是台湾自己能够生产制造的 熊二跟熊三的导弹 也是属于岸基的这个导弹 那目的也就是对于 解放军在这段时间的操演中 不管是从台湾海峡 这个中南部的这个岸上的攻击 或者是这个台湾的东南部 解放军在这个地方举行海空的军演 还有航母往台湾的东侧举行军演中 那对于台军来讲 对民进党来说 他们的演练认为 解放军对台的攻击分为多种层次 不断是从空中这个层次的攻击 还有从海上的攻击 那因此他们就想方式法 要在水面舰这个大量的摧毁 集成解放军的战舰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 要花费好几个亿的新台币 那也就是除了打造六处 美国所贩售给台湾的鱼叉导弹以外 其他的那九处 就是台湾自己的熊二熊三 总而言之 整个民进党当局 他要给台湾打造的 就是密密麻麻的 这个导弹的一个基地 他称之为刺猬战术 也就是让台湾到处都是刺针 像刺猬的针刺一样 都是导弹 看来民进党当局 是想制一张反舰导弹网来反登陆 那么就建着15座导弹基地 就可以织成这样的一张网络吗 就能够实现反登陆吗 那么从部署情况来看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强 就是对于在这个地区 进进出出的水面舰艇 构成这个威胁 它就要打击这些目标 那么第二个方面 从使用导弹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两层海 第一层就是传统意义上 我们经常看到的 就是台湾当局 从美国引进的 鱼叉反舰导弹 射程在100公里左右 那么它还现在 还部署了雄风系列 那么它现在讲的雄风二翼 它号称可以打到800公里 到1000公里 所以这种导弹来说的话 如果部署在台湾岛的西面 那就不仅仅是反舰的问题 它更多的是 苗子大陆的目标 所以从这次导弹部署来看的话 它表面上看似 所谓的一个反舰导弹系统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 它其实从这个 像雄风二翼这种导弹来看的话 它是把导弹部署 在台湾岛的西面 苗子大陆 这是它第二个考虑 那么从使用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两栖作战 包括登陆 抗登陆 它不单单是个平面 就是通过舰艇 像二战期间 像罗曼尼登陆这样的 它是通过大量的舰艇 那么先进行火力突击 突破对方的暗防设施 然后把兵力送上去 这是个平面登陆 现在更多的是垂直登陆 比方说用直升机机降 用这个散兵直接降到台湾的某些区 它是防不住的 但是为什么还要建呢 我觉得这体现出蔡英文当局 一武俱统的新的这种花招 就是说我搞定一个导弹防御网 抗登陆网 那么阻止大陆 那么希望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 这样一些打算 这样一些计划 那么它其实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走夜路 吹口哨 自己给自己撞弹 从反应来看的话 包括所选址的像屏东 像嘉义 像新北市 当地老百姓都纷纷地抗议 为什么 因为把这些导弹阵地 设在人口居住区 人口密集的地区 它其实不单单是在这间部署的导弹 同时也把台湾百姓绑上了 蔡英文战车 那么把当地老百姓作为人质 他认为大陆一旦需要的话 可能不会打击这些目标 毕竟后面有人盾 给他导弹阵地提供了保护 提供了被绑架的这样一些措施 所以从台湾当局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盘算来看的话 它不仅仅是抗登陆导弹网的问题 它还有把导弹部署在台湾的相关区域 对大陆目标构成威胁 同样也绑架台湾老百姓 把老百姓作为人盾 来使用 来与大陆相抗衡 这点来看 蔡英文的用意是非常阴险 看来想要建的这15座导弹基地 是很难达成目标的 只能是给民进党当局 自己壮壮胆而已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的分析认为说 这背后很有可能会有美国的因素 建15座导弹基地 很有可能美国会给台湾当局 提供相关的支持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分析 BBC也揭露了 美军事实上已经悄悄的 都已经进入台湾的很多的军事基地 他们有些可能是工程兵的顾问 有些可能是导弹兵的这些教官 有些可能是提供给台军在哪些地方 设置按机的导弹基地的这些咨询工程的顾问 的可能性都很高 因此到处都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例如说鱼叉的导弹 美国人最清楚鱼叉导弹的性质跟它的功能 因为他们在实战中 曾经有多次的鱼叉导弹的实战的一个经验 所以在整个基地的规划中 美国人的影子身影应该是无所不在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美国为什么想方设法的 那么不断的把这些武器卖到台湾来 特别是反舰的防空的 例如说爱国者二爱国者三 还有反舰的鱼叉导弹 不断的卖到台湾来 其实连针刺这个导弹 也都是地面的装甲的导弹 都是如此 其实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是想利用台湾人的命 尽可能的去消耗解放军的船舰 台军死亡多少 消耗多少 台湾的民众伤亡多少 美国人基本上是不在乎的 我们也留意到另外一个现实 目前被解露出来的也就是 美国积压了台军 六千多亿的这些新台币 那也就是说 本来他希望台湾向他购买 哪些武器装备 其中与空中的武器装备为主 还有水面的武器装备 但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由于恶物的冲突的关系 跟现在以哈的冲突的关系 他的武器弹药就优先提供给这些地区 因此本来应该要兑现的 也就是他的买卖成交以后 他应该交货的都延宕了 延宕了六千多亿元的这些产品 军备都没有提供给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美国人他嘴巴讲说台海很紧张 要台湾不断地向他下定盘 但是他又很清楚知道 解放军的主张是和平统一台湾 那既然是和平统一台湾 所以武力是不得不最后的一个选项 那因此就没有这种迫切性跟立即性 所以他供应台湾武器装备这个部分 就一直不断地往后沿 钱收了东西不给你 嘴巴讲一下子这个将领讲 说马上要打仗 一下子这个将领又讲不打仗了 所以要打跟不打都是美国的一张嘴 但是问题是钱他赚的宝宝的 可是他的产品不交给你 我们也问过台湾军方的负责人 他们说我们没有赔偿条款 我们也没有违约条款 我们也没有惩罚性条款 所以他说这是安全的援助 岂有此理 台湾白白付了六千多亿元的新台币的钱 到现在东西都没有如其交货 而还不能够去惩罚美国 这个就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现象 这个变态现象 其实就是美国人吃定了台湾 看来民进党当局的 任何一个军事上的动向 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防务 是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如果说防务上出现了变化 这是否是美国受益的 那么现在参与美国当局 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要构建 导弹的抗东路网 它跟美国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2020年4月份 美国提出来一个台湾威慑计划 什么意思呢 就在阿拉斯加 韩国 日本 中国 台湾 菲律宾这一线 部署攻防兼备的导弹体系 描着中国大陆 那么美国的高级军官就明确地讲 让大陆不能轻易地速度武力 在这个地区 包括实现国家统一 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 威慑了中国的决策者 那么这种设定来看的话 我相信蔡英文她肯定看到了 所以在台湾地区部署攻防加密导弹体系 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质疑 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 现在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你比方说出售鱼叉导弹 它也是非常有目的的 同样我们知道台湾当局还拿到了 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列导弹防空 所以一边防御一边进攻 那么这种态势来看 它就体现蔡英文当局 它整个一个对大陆的政策的变化 就是说它现在更加强调主动进攻 比方我们刚才讲 它现在行风二异导弹 它自己号称可以打800公里以上 那么量一下的话 可以达到大陆的一些目标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它只是一种能力 但是它敢不敢 有没有这种胆量 敢对大陆能量进行打击 因为这么多导弹基地 15多导弹基地 它是摆在这个面上的 那么摆在面上的话 我们就有能力 在第一时间迅速地把它清理掉 这应该说一旦有冲突 或者是台湾当局敢挑衅的话 我相信解放军这个反击能力 不管是空中力量 还是我们火箭军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 咱们陆军的火箭炮 都可以够到岛上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还在像这个传统意义上的 所谓建立这个抗东路导弹网 或者导弹抗东路网 那么其实已经远远跟不上 就是同样 它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也是有缺陷的 如果说没有美国的支持的话 那么台湾当局是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标 所以现在台湾的现在所有的兵力部署 所有的武器装备的采购 所有的武器装备的使用 都跟美国密切相连 可是在目前两岸情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不管美国如何渗透 民进党当局想要在军事上采取行动的话 也是要获得台湾民意支持的 否则也是徒劳的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在台海紧张情势下 台防务部门在全台新建导弹阵地的规划曝光 随后云林 高雄 屏东等地 接连传出反对声浪 当地居民纷纷表示 此举等于让民众与危险为伍 大家都不想活在恐惧之中 有台舆论直言 民进党当局应该对台湾民众说清楚 到底是要让台湾走向和平 还是走向战争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新建导弹的计划 刚一曝光 在岛内就引发了很大民意的反弹和反对的声浪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民众的反应 民进党当局的 要把台湾打造成为一个刺卫岛 民进党当局的这个 有关于鱼叉导弹的六处的 这些暗基的基地的计划曝光以后 引起当地的民意代表 当地的地方首长很大 很强烈的不满 当然民进党的支持者一定会说 哎呀我们一定要支持台军 这个自我防卫是一定必要的 但是更多的地方的台湾的民众 例如说云林 虎伟的民众 还有民意代表 他们就认为说 我们两岸本来好好的 马英九时代的时候 两岸很和平相处 有九二共识 现在你民进党执政 把两岸之间搞得这么的紧张 你赖金德又是台独的今孙 你很有可能当选以后 两岸之间兵戎相见 你现在又把基地设在我这边 基隆的这些武器库爆炸了 九鹏湾在那边试射爆炸了 你现在把基地放在这里 我们怎么知道安不安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一旦把基地放在这个地方 两岸一旦爆发冲突 这些军事基地都是大陆解放军打击的对象 打击的目标 那我们这些人不是平白无故的 就跟你去陪仗 我们不想打仗 但是你逼得我们一定要打仗 还有你说服一无意的兵不用打仗 但是台湾的防务部门的副领导人 说谁说的打仗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 也就是所有当兵的 不管你志愿意义无意都要打仗 邱国正也是这么说 冯四款还说 所有人只要当兵的都要打仗 哪有不打仗的 所以大家知道说 原来你赖清德是在骗我们 你把四个月的兵役延长到一年 还说我们服一无意的人不用打仗 因为我们钱拿得比较少 那打仗是拿钱多的志愿意义的事 原来你在糊弄我们 你在忽悠我们 你要让我们进入这个战场 你这样的话是很不尊重民意的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众 当然是反弹的 因为他们把它隐藏在那个地方 然后秘而不宣 等到曝光以后 然后又说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但是问题就在于 台军没有人支持战争的 我们要的是和平 在岛内民众如此反对的情况下 民进的当局还执意要建新的导弹基地 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 那么后续的影响会是什么 我觉得岛内的民众的反应是有道理 因为我们刚才也聊了 一旦有冲突的话 这些导弹基地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目标 可能在第一时间被摧毁掉 那么岛内民众 他看到自己家门口摆上这么多导弹 他不会给岛内民众带来更多的安全 而且相反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所以岛内民众态度是客观的 而且也是现实的 比方说现在他把弦尾射导弹 本来是空中格斗的导弹 它现在改成了对舰攻击反舰的导弹 不光是现在路上 现在给了鱼叉 他现在还把弦尾射导弹 也给了台湾 为什么 就是要美国就想看到 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厮杀 那么使我们现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成本 可能会上升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意志在哪 我们能力在这个地方 这一点这个成本 我觉得为了实现国家统一 我们是需要付出的 这是一个考虑 第二方面 它可能会在地区 制造一系列的混乱 甚至我们看到 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长 他也讲了 就是说现在 就是美国有人希望 现在今天晚上 那么大陆就要被台动物 那么动物之后 美国会披头盖脸的 给我们制造很多麻烦 所以蔡英文现在也非常清楚 她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她现在实行 踏地投靠美国 希望在所谓的 中美战略竞争当中 那么美国能赢 但现在你看一下 这个前景来说的话 并不是那样的 并不是像美国所设计的 而且中美关系 现在也在回暖 对吧 中美关系现在 这个一些的互动也在出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蔡英文当局 还知名不误的 来希望以美谋独 这个以武俱统 这显然的是 跟历史潮流背道而斥的 所以她的这个选择 是极其危险的 民间的当局 在以武谋独的危险道路上 不断加码 动作频频 然而这样不顾岛内民意 一味配合外部势力 把台湾民众 推向战场当炮灰的举动 只会加剧 两岸局势紧张动荡 只会损害 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 注定以失败收场 好的 非常感谢 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 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滕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